学习的最后一天 万里幼儿园举办了围炉的活动 每年都是煮火锅 而每位学生一人带一样的火锅料 而今年有别比以往是准备半桌来吃团圆饭 学生们带来一人一道的菜 有超丰盛的海鲜 吉祥寓意的卤锅糕 还有色香味俱全的特色料理 让小小朋友在学习的最后一天 品尝热闹又温暖的围炉团圆 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呢 其实我们小朋友也做了一个 就是我们要自己布置我们的餐桌 那这个餐桌是由孩子自己布置的 因为我们就要享有像餐厅一样 做得美美的 其实孩子也很可爱 有的孩子就去拿了他教室里面的 所有的他们用自己做的财神爷 那最有趣的是我有看到一个小朋友 他们班上拿了一些盒的金元财宝 那他们就说那是他们的金元财宝 享有一个很快乐的 为了让节日融入教学 在团圆饭之前 小小朋友要先布置自己的餐桌 选了自己喜爱的桌布与饰品 每个桌子都被学生布置的喜气又有特色 当然围炉之前的发红包桥段也不能省略 今年园长准备了不同祝福寓意的龙年红包 祝福小小朋友新的一年有新的进步 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有先让孩子来说吉祥话 那我们今年准备了那个红包 红包今年很可爱啊 那红包也是以龙为主 那有什么吃货龙啦 学霸龙快乐龙跟幸运龙 还有一个是财神龙 那所以呢每个人呢这次不是园长发的 而是每个孩子讲的吉祥话完了以后自己去抽 然后自己抽到的时候才知道我是抽到的是什么龙 那很多很有趣的是 很多小朋友刚好抽到的是 他本来就不爱吃饭 就刚好抽到的是吃货龙 所以呢老师就说加油加油加油 好那我觉得这个蛮有趣味的 学习默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度过万里幼儿园 希望透过围炉吃团圆饭的活动 让学生了解过年围炉吃吉祥年菜的好寓意 以及与家人团聚的意义 孩子们都能与家人度过一个吉祥如意的好年 记得要平函 万里采访报道